我們是電商團隊啦 整個現在團隊大概有快15個人 但是我們的平均年底 其實沒有到30歲耶 其實都會是我們大家有工作的經驗上面 覺得什麼東西有用 我們就去試 那這個東西真的有用的話 我們就會繼續放大去做 然後老闆也是很樂意接受 我們這些所謂的年輕人的新的想法 然後我們在一起去討論說 這個東西如果這樣子修改有沒有用 這樣子修改會不會更好 社會開始變差 天啊 生活的過程會變成差 而且我們每個人東西都加到法規上線 中醫這個文化 這個傳統 其實它是一個很長的一個歷史的文化 那我們很希望就是說 找一些就是很有活力的 志同道合 很有跟我一起這種想法的人 那我們一起去把這種傳統的文化精神 這種生活的保養方式 去推廣給大家 我們古時候它會分為上醫中醫下醫 它這句話叫做上醫治胃病 就是最厲害的醫生是在疾病還沒有發生之前 他就先把自己的身體調好 不會讓疾病發生到很嚴重的時候才去做處理 那我一直很想要把這個觀念去推廣 但是你在門診的地方 其實大部分都是來看病的嘛 你也很難花時間去跟它講衛教 或者把這種養生的概念去傳達給大家 那我覺得電商就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我們這種營養品其實市面上都非常的多 但是我覺得我們這邊來講算是一個突破 就是我們基本上都是用醫生去做研發的 我們通常都會找當個領域最厲害的 算是比較權威的醫生去做研發 那第二個是可以看我們的茶飲的克數 基本上都是別人的三倍到五倍 那我們都建議會喝個一兩個月 那他自己覺得改變了有信心呢 他就會持續就會去做養生 像診間啊很多婆婆媽媽都會跟我說 啊蔡醫師我覺得我最近氣色不是很好 我每天都很忙 要忙著工作照顧小朋友 那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 用很多不同的營養保健品 我可能一天要吃好多種 有沒有哪一個是可以 我只要吃一個 然後每天只要吃一包 那這樣的話我就可以有理到外 身體會變得比較好以外 我的氣色也會比較好 所以我們就研發了一款膠原蛋白銀 它裡面除了有大家耳熟能響的成分以外 我們還添加了六大碳方的成分 讓我們的氣色比較好 然後又可以讓你的皮膚更潤彈 然後更蓬亮 其實我們一開始都會覺得說 好像應該要很中規中矩 可能要跟中醫的這個比較像是 有一種傳統好像很古老的這個方式去做 那我們後來發現 其實不需要一定要做到這樣子 其實我們可以用更創新的方式 更創意的方式去做 所以我們嘗試去做直播跟大家很零距離 或者是我們在社群上面的經營 可以跟大家非常非常的像朋友 更有親情感 然後大家會更覺得說 我們是一個有溫度的品牌 然後我們就是這樣子一直持續的往前進 然後可以做的我們就盡量多去做這樣子 你可不可以怎樣我怎麼吃 膠原蛋白補充啊 其實有以下的這五點 我是要給大家知道說 養生它不是說從年紀大的時候才開始做起 因為年紀大的時候開始做其實已經是有點晚了 所以我們通常都很建議養生是從年輕的時候就開始做 那這也算是我們最大的地點